還有帶什麼東西 沒有 證券來 一名男子在社區大廳 遭警方包圍 疑似詐騙集團車手面交取款 遭警方圍捕 真的沒東西了啦 手機 手機 煙而已 煙而已 手機 手機先拿出來 遭詐騙的富人 是一名銀行退休行員 加入賣之後 和一名自稱是曹新成的人搭上線 曹新成是聯電創辦人 居然要徒弟邀請學投資股票 名頭太響亮 退休行員立刻上當 10月共投入400萬元退休金 11月中要求出金被拒絕 才驚覺被騙報警 詐騙車手年紀只有19歲 加茂理財專員來取款 遭警方埋伏歹人 查扣手機和資料 持續追查 詐騙上游 投資時間不足 且金額未達標準 暫顧而存 並說服投資能款 達500萬元 即可隨時出金 詐騙集團用名人當謊字 宣稱推薦股票名牌 退休行員也上當受騙 而退休金400萬元 恐怕已經追不回來 只有賴慣張 台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視新聞開始 中視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